你看啊,现在这个番茄,这个新叶吧,应怪了啊,如果你看我前几期有一期视频拍的就是因为食肥量过大,导致这个生长点一到十点以后,上午十点以后就开始泥囊了,然后扒开根系以后发现这个根系变黄了,造成的那个番茄生长受阻 通过这两天的一个食肥的一个控制吧,现在整个番茄长势又变过来了啊,这个就是无土栽培的优势了,为啥呢,如果是土壤栽培的情况下,像出来那种情况,基本上解决方法效果很有限,大部分就是要采取拔羊措施了,到季节了,但是无土栽培这块利用几天时间就可以改变过来了 啊,当时我采取的措施呢,我也拍了一些视频在里面,所以说呢,大家经常看我的视频的情况下,如果你想去做无土栽培,肯定会让你少交很多学费的,避免一些操作食物在这里面 我们做无土栽培这块,水培的管理是要求非常严格的,包括我们记得南京呢,在新政啊,我们河南新政给他们做了一个无土栽培的项目,我们把所有东西的调食好以后呢,就撤了,他们自己人在那管理 当年呢,番茄价格非常好,所以说这个农场主呢,就开始大水大肥的,使劲着往里面灌了 当时打电话的时候,我还提醒了一下,我小心你的根植受伤害,影响产量,没问题 现在这个番茄价格这么高,多上了点肥料,多上了点水,然后长得快一点 实际上这个作物,生长之后,即使是死的,你上再多的肥料,没用不到时期的情况下,照样生长还是受阻的 所以说你肥料增加了以后呢,会对根系造成一个很大的破坏 给你这个生长,不但产量提升不上去,反而可能你产量还会受到影响,有可能会造成绝收的,就是我们常说的,寺苗这种情况 所以说呢,无土栽培,水肥要求是非常严格的,要严格按照科学的管理方法,去进行田田管理